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导演许定他 手指头的深入抓到屁股勾才行 被问抓屁举动会不会觉得形象毁了 张力昂笑说 哪里会呀 这种表演很自然呀 不过对一些丑表情 他倒是很介意 像第一集中调动里的夸张表情 他表示原本觉得好笑 动场播出时又觉得丑 别人看了都在笑他 让他很不好意思 张力昂认为 宅男不一定是只会窝在家里打电动 宅男是喜欢喜欢静态活动 有自己空间 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他甚至认为文青也是宅男一种 张力昂自暴也曾有过着男生涯 增神迷玉电动 每天都在家或网咖声等打怪 最长有一个月不出门 此外 张力昂也自豪私下宅男行径 特别是在坐音乐时 他形容那种日子是闭关 他会先买好食物囤在家里 一周都不出门 张力昂小说 我甚至一个月都有过 每天沉溺在坐音乐的氛围里 根本忘了时间 张力昂在剧中演出宅男 形象反差很大 张力昂提供 张力昂在剧中演出宅男 形象反差很大 张力提供